启示录 第五章 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?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,我就大哭。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,不要哭,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,他已得胜,能已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佛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,像是被杀过的,有七角七眼,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 这羔羊前来,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,他既拿了书卷,四佛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,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 这香就是众圣图的祈祷。 他们唱新歌说,你配拿书卷,配揭开七印,因为你曾被杀,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,叫他们归于神。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,做祭司,归于神,在地上执掌王权。 我又看见且听见,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,有许多天使的声音。 他们的树木又千千万万,大声说,曾被杀的羔羊,是配的权柄,丰富,智慧,能力,尊贵,荣耀,颂赞的。 我又听见在天上,地上,地底下,沧海里,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,但愿颂赞,宗贵荣耀,全是,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,直到永永远远。 似活物就说,阿门,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